学球乐朋友大家好 本集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网球拍握把的各式握把带选择 就很多方面而言 网球拍的握把带是球拍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那么为何球友们也应该注意选用适合的网球拍握把带呢 在此我们来谈谈这些握把带的类型、材质以及球友选用时应注意事项 首先来辨识几个市售握把带名称的区别 第一个原装握把带Original Grip 顾名思义购买新球拍时是制造商预先已装在握把的握把带 第二个握把替换带Repressment Grip 也顾名思义这用于更换原装的握把带或更换先前的握把带 就将其当作原装带同等来看 第三个一般握把带Origrip 也用于外包于原装握把带、替换带或直接绑于握把上 除了原装新球拍另外选用替换带和一般握把带时 还应注意握把带的厚薄在绑好握把带后握把大小是否适合 再来握把带大致应具有几种主要作用 像握拍的吸汗、吸湿、维持干燥性、防滑、顺贴感等等 但因为握柄是打球时直接以球拍连接的部分 故无论是一般球友还是职业选手 拥有合适大小和舒适度的握把和握把带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涉及到运动表现的问题 因为如果球拍握把过大或过小 打球时常会需要过度紧握 这样会给肘部、前背和手腕带来压力 并当握把带材料过于滑腻或有磨损 无法提供良好的握持时 同样也会影响打球 网拍握把带材料有哪些种类呢 握把带是一种裸软类似布料的袋子 有时握把带另一面还有加垫子的 用来包球拍的握柄 一般材料有真皮皮革或合成材料制成 然而网球拍握柄上使用的握把带 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第一个来看 干燥型握把带 如果球友天生容易出汗 或者在炎热、湿热气候下比赛 干燥型网球握把带是必须的 这些握把带可能不太舒适顺手 但他们可以防止在挥拍打球时 球拍在手中的打滑 尤其有些手汗中的网球选手如果没有干燥型握把 即可能就影响其比赛的状况 第二个 顺贴型握把带 顺贴型握把带通常用于增加握持的舒适性 这种握把带是最常见的类型 在使用时有具吸附汗水的能力 职业选手也常采用 当然顺贴握把带也适用于业余选手或出汗少的球友 这种握把带也有不同的厚度 较薄的握把带可以让球友更好的感受是直接握到球拍 较厚的握把带会由于其更具吸震性而感觉舒适些 再来孔洞型握把带 这种类型的握把带有孔洞 就是握把带上面有微小的孔洞 有点像网状材料也很舒适握持 虽然孔洞型握把不像前两种握型那样俗用 但他们为一些球友提供的另一个更加的选择 这种握把带能够提供一些顺贴性 使得握持牢固 同时它的孔洞可以让手部透气吸收汗水 不过有些球友可能觉得不是最舒适的选择 也感觉不太防滑 但对于那些出汗不多 仍然希望在握持中保持一定手感 而又不妨害舒适式的球友来说 孔洞型网球握把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以上各类型握把带 大致都能符合舒适、吸汗、手感、软硬、耐用等前提下 着重某一项或多项特性来制作 再来进一步来看握把带材料 网球拍在用过一段时间后 沾在拍柄上的油脂汗水加上一些磨耗磨损 必然会需要清理或更换握把带 而现在大多数的球拍通常采用合成材料握把带 但有些球友会喜欢使用皮革握把带 我们先来看皮革制握把带 及合成材料握把带的优缺点 皮革制握把带的优点 皮革握把带的基本握持比合成材料更稳定和均匀 此外球友如能妥善保养握把 皮革会随着时间和使用会觉得更好用 对于那些希望在网球比赛中 获得较牢固握持感的球友来说 皮革握把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皮革握把带一直是很多网球选手的首选 不过目前在球拍领域的发展 合成握把带在质量、抓感、细汗性和舒适性等等方面 取得了很好的性价比 皮革制握把带的缺点 虽然使用皮革握把带有好处 但主要的缺点是舒适性 皮革并不是一种软浓的材料 尤其是在新的时候 那些习惯于叫柔软握把的人 可能会在急球时感受到震动摩擦感的不适 或者在挥拍时感到握手部疲劳或疼痛 对于不经常使用皮革握把带的人来说 不会像合成纤维那样的顺贴 合成握把带的优点 合成握把带提供了几种不同的软度级别 像普通软、中等软以及很软式的 这意味着球友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 合成握把带市场上卖的商家多 也有着很多的选项 包括颜色、厚度、顺贴性、纹理、操控 甚至还有稍不有凸起纹路的表面等等 以便每个球友都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款式 而且合成材料可能相对可以舒适些 尤其是对于手部层受伤的球友来说 合成握把带的缺点 来自打球手部的过度紧握压力滑动 会磨耗握把带 而磨耗会更快的需要更换握把带 再者如果握把带没有孔洞 合成纤维握把在湿度过大的情况下 也可能会导致握持容易打滑 在合成握把带的厚度上 一般握把带有从0.5毫米到0.75毫米不等 当然有更厚的另外又有标式0.1.2.3 表后的方式 凌薄到3厚 而握把替换带 replacement grip 通常皮革带从1.42毫米到1.50毫米不等 合成带从1.19毫米到2.10毫米 须知的是握把带厚薄选择也会影响任何网球拍握把的性能 舒适度和耐用性以个人感觉最适为准则 再者如果球儿确实想从合成握把带更换到皮革握把带 应了解拍子会比以前重一些 约大概会增加10克左右 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这会导致因球拍重量 重心变动的位置 球友可能需稍留意球拍挥拍的动作 顺便了解职业选手握把带的使用 大多数网球职业选手甚至备受球迷仰慕的肺德热 都会在皮革网球握把带上再包上一层搏带 显然皮革握把带的优点对于那些喜欢 网球拍握感的人来说 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超持的握柄 这使他们打球时能够快速准确地改变握持 此外皮革带较能够传递握柄和宽架的振动到打球的手中 有球友觉得能更好地融入进入比赛 结论 两种主要握把带材料 皮革和合成材料 如何决定在这两种材料之间的选择 如果舒适度是最重要的因素 合成握把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选择皮质的 对于那些希望获得最大握把感的球友来说是最佳选择 但相对更换握把带时的花费较多 球友导演可能会觉得值得 至于干燥型、顺贴型、孔洞型 则看个别需要来选用 中文字幕提供